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欢迎大家收看《Bill Up》 来到3月7日 星期三的夜晚 今天特地把节目的时间押后一点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第一,之前讲码 都是从无赔率下给大家分析 今天希望出了赔率下 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些资料 其实用后的节目 我自己期望 就想在Facebook用资讯性的方式 给大家去参考 可以看到即日的票 隔夜的票 以及一些过关票 可以赛前跟观众分享一些资料 今天的节目 形式会比较简单 值得留意 我觉得头场都比较特别 上一次 上个星期日 莫雷拉就赢了8场 比一般的赛事来说 都过分积极 所以头场 都不用说了 莫雷拉也是热门的 开飞 我们第一集开始讲过 先看前四的热门 前四的热门 有莫雷拉 金刚兽 蔡明少 合一 上次爆冷就赢了 今次当然是热门 其次就是高山威龙 吴定强都跑了很多 葛林 都跑了很多次 吴定强都被葛林跑 再看一只 就是进击快车 进击快车 跑开菊草田草 都是短途 都是一千 未增程过 值得留 前四热门 就这样分析了 但是 如果每一只马 由第四岁到第五岁 开始踏入成熟期的阶段 我们要留意这些马 其实一次一次一次 一次一次接近的 那我们就要看哪些马 入个Q的 其实都是菲霞 菲霞奇怪 明明 明明 莫雷拉 就是阿塞 主帅 来的 今次又被杜利奈 其实 呃 是不是好事呢 不知道 可能莫雷 可能开两个剧本 第一个就是金刚兽win 然后 菲霞 你能购物 或者是 购物 可以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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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看位置 看位置 2.9倍 似乎 未必可以购物 入到 可能第三 第四 看看 临场会不会下飞 或者 莫雷拉 这艘 再移到热门 低过两倍以下 如果莫雷拉的马 通常 不低过两倍 我覺得信心比較弱 現在是星期二夜晚的時間 值得看看隔夜飛會不會低於兩倍 或者臨場會不會再有大雅的落飛 有時莫雷拉的馬 上兩個星期他其實滑滑有餘 明天都會跑 上次大熱Mavic 其實跑第二很多人都買獨贏 過千萬的獨贏 千幾至二千萬的獨贏 就這樣建材化水 下一次他就會交代 即是星期三三甲都有機會 綠綠有餘 繼續看 一次比一次近的馬 其實之前潘頓也騎過 但開頭馬尾成熟 有天地複星 今次十檔 值得留意的 始終跑五班 又擺頭場 可以爆機會都可以 再看第二場 如果我假設 頭場是開第一類 可能是金剛獸 通常 頭場這麼熱滿 第二場一定會給半拿 不會熱滿跟第二場熱滿 我覺得機會比較少 其實我以前都做過的數據 我想不得多過30% 有機會在Facebook 我們HKPoloTV的Facebook 再分享給大家 這些資料性的 可以放出來 第二場我自己比較喜歡 第一場分析 有些馬 其實一次比一次 是近的 而幕後 幕後 是有很大的關係 就有這隻葵聰 路友 其實早前 有一個賽事 就是符輪會杯 符輪會其實有很多地方 有深水埗 新界 葵聰 不同地方 其實都有一些葵聰會 他們其實的成員 其實都有出馬 兩個禮拜前 已經跟觀眾分析過 怎樣 在未有賠率之前 已經可以看到哪些馬 和哪些馬 是有關係的 包括馬主 練馬師 甚至可能是過馬房 我們都看過一些資料性的東西 今天看賠率 現在開票 葵聰路有34倍 看看頭場是否獲雷 如果他真的低於兩倍 說1點幾倍 很熱 隔夜馬步飛 如果拖全餐 可能會出一隻半冷 或者是冷的馬 明天的賽事 頭場有1000 二場有1000 應該不簡單 要分析一下 美麗系 其實一個月前 都很準 特別是潘頓騎 美麗系的馬 但自從 自從 贏了杯賽之後 即是美麗大師那場 之後 跑過第三 又跑過第二 之後美麗系的馬 沒有一次入 入了一次 是角能騎的 這次美麗之友又熱滿 我自己就不太太好 除非莫雷拉第一場 不 win 四格不入 我第一場都會留意一下 美麗之友 究竟要看頭場開什麼 背奇利 另一隻都可以留意的 上一次 背奇利 背連利 都有出的 相關的馬 就是一隻劍飛星 一星期三 都會在其他場合出 剛好看這個 一些雜誌 就說 劍飛星的馬主 葉思貝 其實就搞了一個 女士 女士的 馬匹團體 其中當中名下馬 都是有友德團體 即是比卡超 會心微笑 閃電王 這些馬 有機會 有機會 貝奇利 出都未頂 未必好像葵松路 有那麼冷 又要值得留意 最奇怪的是 潘頓沒有騎籃球鑽石 比賽名笑 我都覺得有點保留 或者 可能是10號 11號 一起去馬 都未頂 好了 今天 跟大家看多一場 就是第八場 有些馬有問我 通常說馬 是不是長長都說 或者 哪些有心水 就說哪些 我反而不主張 給哪隻馬 大家去選 反而 看看 怎樣去分析 一些馬 究竟他 去不去馬 或者 值得 買他 如果他 可能這隻馬 真的有問題 但他 似乎是要去馬 我覺得值得買的 既然看頭場 究竟是開什麼劇本 那 自然不然要看尾場 過往 我自己做過數據 尾場 開而滿居多 如果開冷 就冷得飛起 好像有一次的 星期日 開蒙古王 昨天 又不是尾場 是 近尾幾個場 就開了一隻 中游 中游之星 天合 以及一度 其實我在自己的群組裡 我推介一度 那我都是預算 跑第二 或者跑第三 當時也是十幾倍的賠率 最後就是十二倍 位置就是三點九倍 其實如果這樣買位置 都算不錯 但是沒想過真的爆到這麼冷 結果 有一些 即是跟開我的馬友 就一度拖全餐 都不錯 叫做十元 十元 一住飛 有幾千元收 這樣 我都恭喜一些馬友 但你問我 我自己就會 只買一度 第八場 要分析的馬 從熱門看 沒理由有得利多 看看 莫雷拉贏八場 再要追第二天的騎士王 我覺得風險比較大 未必是莫雷拉 未必不是莫雷拉騎士王 可能也是 但他始終 尾場 如果他足夠分 通常尾場都不開 上星期沒得說 因為講奧杯的關係 很多時候 講騎士王 莫雷拉 是一個愛馬之人 他騎士王 都非常之好 再看看 其實尾場 我覺得有兩隻馬 都值得去看 賠率 值不值得去參考 第一隻就是萬馬奔騰 萬馬奔騰 即是萬馬飛騰 以前也出過 多數都是姚本輝 和高東尼串 今天 晉哥兒 奇怪 沒有飛 其實我 星期一 開始做一些資料 我覺得 晉哥兒應該會有飛 但他又沒有飛 證明 未必有機會 但萬馬奔騰 每次都近過 都可以留意 而勝利明星 上次拿了杯賽吃飽 那麼 就給他三甲 就不會贏 反而值得留意的 就是 梟姆 梟姆 跑了2-3-3 五次至六次之前 就拿過第一 這次 回到韋達騎 如果是南非的練馬師去馬 我相信 尾場他都會吃口 那哪些是南非的練馬師呢 真的要留意一下 我們的Facebook 就是高柏欣 苗禮德 和霍利時 這三個練馬師 配一些南非的練馬師呢 就是韋達 田泰安 或者是 莫雷拉 或者是 莫雷拉 這樣 反而我就不會太 太留意 熱滿去看了 尾場就 值得留意 如果是第七場 或者第六場 都開了冷 那三寶 又不會三個都是熱的 應該會出一個冷 給你享受 那值得留意一下 那今集的節目就到這裡 那呢 往下的節目呢 我就不會用片段的形式 去跟大家分享 或者在Facebook裡面再見 或者在其他PoloTV的節目再見 好啦 多謝各位 拜拜 多謝各位